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车处理事故的时候 一律要穿着反光背心 这个新法规最快7月会完成修法 并且在110年正式上路 这场最高的敬意泪水再也忍不住 4月23号两名国道远警取缔违规大货车时 却不幸遭到后方车辆追撞 当场命丧轮下 回顾近三年的统计 国道发生二次事故一共有132件 造成42人死亡 126人受伤 为了确保人车安全 交通部拟定除了远警 民众只要在国道上等待救援 也要穿反光背心 发生事故的时候 驾驶人或是直径的人去处理 去放置那个故障标示的时候 必须要穿着符合国家标准的反光背心 以避免说在天候不佳的状况之下 那这些后方驾驶人 不注意之后 去撞上了这些 去处理事故的这些人 此外也会一并修整 道路安全交通规则 从109年开始 反光背心将成为 新车申请领照检验时的基本配套 不过市售反光背心白白种 该怎么选才能符合标准 尽可能是购买 至少要有背景材料的 还有反光材料的部分 等于说360度你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条反光材料的面积 宽度都要5公分 不管你是直的 或者是横的部分都是一样 哪一种买的比较多啊 这种买的比较多多 而像这样 只有反光线的 则会担心不够清楚 同时也建议背心的颜色 以亮橘亮黄最安全 小小一件 多一分准备 少一分伤害 大家新闻雷雅检员集 台北报道 地球饱受垃圾塑胶的 塑胶垃圾的伤害 因此减速行动势必在行 西北市政府 继永和乐华夜市之后 和树林新人夜市合作 所有摊位改用环保餐具 而且设置了三个公共洗涤区 方便民众响应无素生活 这些千年不坏的塑胶用品 对地球都是负担 镜头转到夜市 各式各样饮料 食物吃下肚 伴随的塑胶使用量更惊人 想要无痕饮食减速生活 可以怎么做 撑开就可以去装很多食物 那你用完之后洗一洗 就是再把它折回去 这样放在书包就不会很占空间 一个背包里全是环保用品 王同学还另外提供更简便的方法 水蒸攜带很麻烦的话 你就是先计划好你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去带相应的餐具就好了 2018年起环保署扩大限速政策 饮料店面包店等都不能再提供免费塑胶带 新北市政府现在更与树林新人夜市合作 所有摊位改用环保餐具 并设置公共洗滴区 方便民众响应 如果我们连逛夜市都可以不拿塑胶带 还有哪个地方会是做不到的 减速行动刻不容缓 公部门带头从市井扫民的日常着手 也仰赖全民在生活中富足行动 乃新闻 梁家明台北报道 夏天是很多水果的产季 但是像哈密瓜 巴勒这些水果 肾脏病患者不能吃太多 因为这些水果含钾量高 摄取过多可能会引发心率不整的状况 水蜜头 这个香瓜 这个是水梨 这个都帮寄的 一走进水果摊甜甜果香味扑鼻而来 夏季各种汁甜爽脆的水果 大量上市吸引民众购买 凤梨它有酵素 排的话比较有 毒比较快排 这个吸很多 这位女士为健康选吃凤梨拔辣 不过肾脏病患者想这么做 可得特别当心 尤其是杨桃吃了会种神经毒 其他像含钾量太高的水果 肾脏病游也不能吃太多 含钾量比较高的可能就是一些 木瓜 奇异果 圣女番茄 甚至于是说巴勒啊 或者是现在夏天会有的哈密瓜 营养师表示这是因为肾病患者 甲离子代谢不易 如果血甲过高容易发生心率不整状况 要享受香甜水果 分量得要多加斟酌 大爱新闻成 所以李明华台北报道 屏通传出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 是一位53岁的压农 患者并没有旅游史 活动是以住家和工作地点为主 但由于他工作地附近有一处株涉 研判可能是感染地 农业局进行环境消毒 穿扇防护一从外面往内喷药消毒 老板也协助拉管线 因为屏东传出今年首例日本脑炎 它是养鸭 大概就是养鸭的人家 那附近有一个株涉 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说 它的感染源在哪里 因为这个还要后续我们做一些 那个收集资料 才会才能知道说 它最主要的感染源在哪里 会紧张吗 会啊 回物的管理要做好 然后一些什么容器干嘛 那些要自我把它弄好 怀疑日本脑炎病毒 寄宿在柱子身上 经并没闻钉咬再传染给人 卫生局用补纹灯诱纹采样 动物防疫所也提醒 续组加强柱子防疫 它有一个所谓的疫苗的周期 所以它可能在配种的时候 之前它就会打 会来打疫苗 因为它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 可能如果造成流失禅 其实是对养住户 它会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提醒民众新生儿 依规定施打疫苗防护力 有97% 但随着年龄增长 也可能衰减 承染如果有感染疑虑 可再自费施打 至于感染的民众 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大爱情报 潘云珍 叶宜林屏东报道 国际上的传染疾病 我们来关心的是伊波拉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 再有两人死于伊波拉病毒 而且有7个新的确诊病例 这波疫情已经在光果 目前夺走了27条人命 51起通报病例 28起确定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 两个新的死亡病例 都在百万人口大城市 姆班达卡 靠着非政府组织 五国界医生的帮助 会在更多地区 施打疫苗 阻止疫情扩散 由于伊波拉病毒 可能是可能的天然宿主 是野生动物 刚果卫生机构警告民众 不要购买野生瘦肉 而世卫组织 在今年3月公布了 可能导致严重国际疫情 爆发的8大疾病 其中有一项叫做利百病毒 那么最近在印度南部 就爆发了利百病毒的疫情 造成10人死亡 其中三个人还是一家人 调查人员在这家人附近的水井当中 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蝙蝠 由于蝙蝠是带病原之一 调查人员不敢答应 医院里挤满看病的人 印度南部喀拉拉省爆发利百病毒 和死亡患者有接触的人开始隔离检疫 利百病毒是新兴的人畜共通病毒 1998年在马来西亚利百新村 首次爆发 胡福是带病原 通常没有居中的寄生者 不过马来西亚的案例中 猪是宿主 孟加拉2004年也出现过利百病毒 在印度医院等文献记录过 有人传人的案例 完整的病程还不清楚 症状会出现轻微发烧 头痛 喉咙痛 还有抽搐等神经症状 死亡率在四成以上 利百病毒没有预防疫苗 只能提供支持性疗法 控制并发症发生 缓解患者的病情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蓝皮书 2018年可能会导致 大流行的八种疾病中 4月份出现了伊波拉病毒 5月份又爆发利百病毒 还有一种X疾病 是没有办法预知的疾病 八种疾病当中 除了MERS SARS 茨卡病毒等 其他都是人畜共通传染病 大运新闻 许淑妹编译 再来看到来自中国 俄罗斯 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团 今天从中国北京出发 前往北朝鲜 要采访核试验场废弃仪式 已经在北朝鲜东部 靠海城市原山市等待了 但是南韩记者团的签证 没有通过 无法成行 北朝鲜在5月12号 对外国记者发出 三天两夜的采访邀请 报道核试验场废弃仪式 采访团已经抵达北朝鲜 现在饭店等待 准备 但是平壤这边拒绝接受 南韩记者团申请 南韩统一部透过 涉与板门店的热信电话 联络了北朝鲜 南韩采访团的签证 仍然是没有通过 无法顺利出发 叙利亚政府军宣布 已经击退激进组织 彻底控制了大马士革南部 以及哈贾拉斯瓦德区 顺利收复哈贾拉斯瓦德区 代表叙利亚政府军 从2011年开始的内战以来 总算把大马士革省 从激进组织的手中完全解放 军队接下来会持续搜寻 清脚房子 隧道 找出藏匿的自杀炸弹客 还有狙击手 西元17世纪 蒙悟尔王朝第五代国王 为了纪念南产死去的皇后 就建造了太基马哈林 成为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 不过最近这30年 印度面临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纯白的太基马哈林 被笼罩在空气污染当中 日渐失色 这是40年前的太基马哈林 建筑物在院中池子清除的倒影 映照蓝天白云 这是现在的太基马哈林 不但面临空气污染 附近的亚木纳河床 更是满地垃圾 我觉得达尔王朝是一位 印度的最大的印度 我觉得这个城市 会比较清洗 让政府对这些事 过去30年 太基马哈林所在的 印度北方省阿格拉市 因为是工业重症 污染日渐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 今年把阿格拉 列为全世界空气污染 第八糟的城市 专家说 重创古迹的污染 不只有空污 还有流入亚木纳河的污水 及垃圾 产生大量蚊虫 在太基马哈林的墙面 留下排泄物 由纯白大理石打造的 太基马哈林逐渐失色 看起来慌慌张张的 印度一位环境保护律师梅塔 为了守护古迹奋斗了30年 在他的奔走请愿下 印度最高法院 曾在1990年代 下令太基马哈林附近 几百间工厂关闭 现在 印度考古研究所的 古迹修复师 使用矿物泥土制成的黏土 来清理太基马哈林 不过被批评这方法不够有效 太基马哈林 建于西元17世纪 被印度诗人泰戈尔 形容是一滴爱的泪珠 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 曾在这里留下美丽身影 印度最高法院合议 停今年5月初再度开庭 要求印度考古研究所 在7月中旬 提交恢复古迹 昔日风貌的规划报告 抢救太基马哈林的美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 热带气旋 萨迦夹带强烈风雨 重创了东非国家索马利亚 政府确认至少25人死亡 12人受伤 27个人失踪 而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 风雨过后 许多地区成了水乡泽国 热带气旋萨迦的风速 每小时有120公里 索马利亚总统办公室提出初步的灾情报告 指出这次风灾 至少70万人受到影响 700座农田被毁 还有8成的加醋死亡 国际间的火山喷发 除了夏威夷之外 印尼爪哇岛的梅拉比火山 这个星期也出现了一系列 小规模的喷发活动 当局提高警戒 下令火山口半径 三公里内的居民赶紧撤离 印尼火山观测站 对于梅拉比火山近期的 蒸汽喷发活动不敢大意 因为2010年的主要喷发 当时夺走了将近350条人命 目前有25万人 生活在火山口半径10公里之内 政府不但派人到当地发放口罩 也先撤离了660位 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 中国大陆云南省昆明的慈激志工 举办孝亲感恩茶会 很多民众都是亲子党来参加 也有婆媳母女 当中王金兰和婆婆王如仙 两个人感情好 但是身为媳妇的王金兰 仍然是第一次为婆婆洗脚 两个人都很感动也很激动 声声感谢唱出父母养育孩子的辛劳 那我们今天就是育佛儿族 恭请婆婆上座 王金兰第一次为她洗脚 因为婆婆嘛 平时她是一个很勤劳的那种老人 因为她平时做事也多 她的脚啊 手啊 特别粗糙 然后经常碰触她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做 做娃娃到这个岁数 真的是好幸福 我们的 婆媳相互理解自然没有矛盾 婆婆王如仙心满意足 我们婆媳能关心 好 别人回家的好 偷袭两个 别吵个家 一辈手跟爱 平时都是花心 很浪漫 老娘最好 全家一向宠爱的李玉鹏 在慈激感恩茶会活动中 首度宠爱妈妈 她有一个善举的话 她才能把这把爱心传递下去 我觉得今天来了 带她孩子来了是正确的 我感动了 孩子也感动了 我们会把这方案延续下去的 五月 孝亲月 有许多把孝顺心意伸藏的人 勇敢表达不再等待错过 大爱新闻之战美之宫 夏强江 田谦 李国卿 云南报导 桃园有一位谢吴荣女士 刚刚欢度非常特别的 81岁寿辰 因为她不要任何的宴席请客 而是希望子女举办一场 家庭遇佛 谢吴荣81岁生日愿望 就是办一场家中遇佛 我们就把这第十场的遇佛 这一场十圈十美 送给我们的谢妈妈 我们请双手奉上一杯茶 谢妈妈身上穿的是 20年前参加女儿婚礼的旗袍 亲戳子女跪西凤的三口茶 里头包含了生育 养育 教育之恩 感恩妈妈 你对我们茶 晚辈们依序扣手的片刻 现场为之动容 我们力道话 多想力 现在就借这个机会 跟着大家 跟她说 妈妈 我爱你 来这边 多了两个阿嬷 多了两个爸妈 我真的是超级幸福的 感谢阿嬷对我们的照顾 感谢阿嬷对我们的照顾 这场不一样的寿承 而孙满堂 孝心延续是最大贺礼 三口手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秋瑶琪 黄继胜 桃园报道 南非德本的玉佛活动 今年由本土青年志工 演绎水颤当中的忏悔业障 他们以戏剧方式诠释 希望走入慈祭的志工 可以改变不好的习气 迎接一年一度的玉佛典礼 德本周边不分远近 共45个社区300多位志工参与 每年都会在玉佛典礼上 演绎经典的他们 今年也不例外 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本土青年 德本版的水颤演绎 融入更多年轻人的想法 他们以戏剧搭配旁白的方式 来诠释深三 口四 猪耳叶 但是现在他们也在做什么 很糟糕的 他们想要打她 女儿就逃跑了 然后在西方的 他们把她撞她 细剧终归是戏剧 演绎结束 众人发怒忏悔 杀戮转祥和 偷盗 转复出 邪音转忠诚 两舌恶口转智慧语 身口意得以清净安乐 离佛祖 水颤给予众人的启示 大家牢记在心 接着本土志工 在华人志工的引领下 潜心礼佛族接花香 致成礼敬诸佛后 众人虔诚祈祷 期许慈祭宗门法脉 在非洲铺展延续 大家新闻这扇米志工 连浩诚 蒋明达 南非报道 教育部在校园 推广反毒运动 教导同学如何辨认毒品 不要务实 也邀请了行政院院长赖清德 分享曾经看过的案例 来警惕学生 埃兔已经产生反应了 它现在味道这个空气 有漂泊 模拟药入关 气毒全马上闻出 谁有携带毒品 教育部到学校进行反毒宣导 还邀请了行政院长赖清德 以过往当医师时收支的案例 来和同学们分享经验 他认为自己是超人 就从二楼就跳下来 脚就断了 年轻人急性的精神症状跑出来 第一个要想的理由就是毒品 尽量避免 然后看到别的同学有这个行为 就是赶快跟市长讲 根据教育部学生滥用药物统计 104学年共通报超过1700起 到了106学年降到1000出头 看似反毒有成效 但背后原因也可能是新型毒品层出不穷 代谢快难检验 它的包装它不再像以前我们那种 毒品的样式的 它可能伪装成咖啡包 或是果冻 或是那个 那个网纸面等等的都有可能 它确实有些 那个没办法马上验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跨部位的合作 卫护部的部分他们一些那个厌剂 那个人会赶快去做一个研发的部分 教育部提醒毒品都会有特殊气味 卫装成食品的则可以从封条口查看 是不是二度粘贴 或在不正当场所出现都要特别留意 希望借由教育层面宣导正确观念做起 做到最有效的预防 达一层黄一杰里建宽 基隆报道 慈济志工在桃园扬梅的老人会馆 举办了捐血即造血干细胞建党活动 根据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统计 目前志愿捐随者已经累计到42万人 不过有人因为身体状况 不符合捐赠条件 拖了两年之后才完成建党 验血建党是一件好事 但虎威心却累撒现场 因为我的脊椎有活到就不行 两年后他再度挽修建党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就是问检副院长说 就是把我开脊椎的相片给他看 然后问医生说 请问我可以捐吗 然后医生就说当然可以没问题这样 李恩勤在网路上看到建党公告 在做足功课后 凭着一股热情 从基隆开车到桃园 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 很值得 期待我能可以捐出去 帮助到的人的话 我也很高兴 另外还有一群志工 上街宣传捐血即干细胞建党活动 期待能扩大资料库 给患者活下去的希望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 蓝明恒 刘亦真 桃园报导 中国天津动物园 有一只黑帽 黑帽卷尾猴 调皮的做鬼脸 被访客拍摄 上传到网路 结果吸引了大批的访客 感谢您收看今夜新闻 祝福您晚安 再会